那么在在我图形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在这里面去建立一个用力图 你有一个 我重新打开一下吧 这个工具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里我们在启动的时候大家注意 我们可以选四到五种 就四种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比方说是四加 什么叫模型呢 我们看这边是不是一个模型的浏览 对模型视图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这里选了不同的模型 它这边的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它的这个文件夹结构会发生变化 这四加一模型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没有 场景逻辑发布过程和物理 这是一种模型 这个就跟软件工程会有一些关系了 那么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别的 这是它的默认模型 那就是根据这个什么生命周期 就是用力模型 分析模型 设计模型 实现 以及发布 那么第三种是我们的Rose Rose的这种经典模型 后面当然还有我们的YuanMail的主件模型 这两种其实我们用的会比较多 我们看一下Rose的模型是什么样子 它是什么 用力视图 逻辑视图 组件视图 和发布视图 这种模型都可以 不管是哪种模型 其实它里面的图是一样的 它无非就是这个文献加布一样 了解吧 那我们现在建一个用力图 Add Diagram 用力图是哪一个 Use Case Diagram 随便给它起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图形的一个画布 我们下面就是干嘛呢 把左边的元素给它拖到这些画布上 并且把它们画成一幅漂亮的场景画 就可以了 这边是属性窗口 这边是属性窗口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其中有一个标签栏 是我们所有图形共用的 就是这个 就声明这块 这里面有哪些对象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文本 我们看一下文本什么样 这个就是我们的文本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注释 Note 长这个样子 注释 这是注释的连接线 它要跟某个对象连接起来 这个大家我们会用的 这是最下面的这些就是图形了 矩形 当然你可以改变它的这个大小 这个地方是让它置于最上层 还是置于最底层 你看比方这样子 它已经把那个小图给挡住了 我把这张大图让它放到最底层去 你看这样子 这是椭圆 一样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边界矩形 实际上它就是用来放一些系统边界用的 这很容易理解 是一个圆角矩形 但准确的说它是个圆角矩形 但实际上我们常常用它作为边界 所以我也称为它是边界矩形 好 这些都是我们所有的图会共用的 所有图里面都可以共用 那么下面我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些对象我们可以结合着我们的这个来看 它们是一对应的 这个叫什么 叫package 包 use case 这个是用力 你看这就是其中一个用力 就用椭圆来表示 这个小人是角色 下面就是各种各样的关联线了 association 实现 定向关联 实现加箭头 泛化 是一个实现 上面加一个空性的箭头 generalization 泛化这个概念 待会我会好好说一下 依赖 是一个虚线加一个箭头 包含和扩展 都还是虚线加一个箭头 但是上面会加一些字符 会加一些字符 后面有一个系统边界 就是一个 说白了 就是一个矩形 就是一个矩形 好 那么它们分别是怎么用的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包 包说白了 我们是用来干嘛呢 是用来做分类的 分类 还有模块 子模块 做这些工作的 就类比我们以前的这样一个文件家结构 对不对 一个文件家 那么用力 是什么呀 用力就是我们刚刚用力卡片里面的用力 对不对 所以 用力的话 就是我们实际描述的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动作 记住 这个地方要干嘛呢 由于它是一个具体的动作 所以要求必须要用动兵短语 一定要用动兵短语 它是个动作 Actor 就是执行者 这个很容易理解 谁来操作的 那么注意就是什么呢 Actor 我们说是不是有三类执行者 还记得吗 主执行者 辅助执行者 和后台执行者 OK 这是我们执行者 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的节点 我刚刚 最早的时候 我是不是说过 我们画的外面 实际上就是什么呀 就是找节点 然后连关系 对不对 就两个东西 节点都找到了 我们就用关系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关系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别错了 这是个图 这是那个矩形 那个椭圆 我说呢 把它当成我们的用力 用它连上它 这样一个实现 就是一个关联 就是一个关联 这样的一个 带箭头的实现 它也是一个关联 关联是什么意思呢 一句话来总结 这个可能 大家自己 自己该记得就记一下 就我很多话题 大家应该该记得就记一下 关联就是我们的成数据 预据 就是我们的成数据 在我们需求阶段 在我们需求阶段 就是成数据 意思就是什么呢 比方说小章 就是小章 这儿我们有一个用力 叫喝水 这个关联 其实是就不用额外的 去给它做一个解释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就直接说小章喝水就行了 这就是成数据 这就是关联 那么 关联之后 再有一个泛画 这有个泛画 不是泛形 是泛画 那么这个图怎么画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一个实现 再加一个空心的箭头 我为什么给大家解释 这么详细 因为我要求你能够手画 待会你能够要演练一下 那么一个实现 加一个空心箭头 叫做泛画 那么generalization 那么这泛画是什么意思呢 非常简单 就是继承 泛画等于继承 这样的去理解 那么下面 我们就开始 要讲依赖了 依赖它就 它有一个特点 依赖的线 是虚线加箭头 那么依赖它的特点 是什么呢 它的特点是 我们在解释的时候 如果把它翻译成自然语言 是要带上这个箭头里面的字的 要带上这个箭头 因为它们有个依赖关系 这个就是普通的一个依赖 表示 比方说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喝水 这个是吃饭 表示我喝水 必须要依赖我们这个吃饭 你看我们翻译成自然语言 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对吧 那么这有一个包含 包含是一个特殊的依赖 你看实际上箭头都是一样的 但在这儿用两个兼括号 从中间加了include 扩展也是一样的道理 扩展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扩展 好 那么下面 我们 基本上 对 还有一个系统边界 系统边界是什么呢 系统边界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的一些特殊图形了 就是我们刚才的一些特殊图形 有的时候我在做这个操作的时候 可能这一块 我认为它应该归成某一个小的范围 我把它归到一个某的小 小功能或者小范围内 我们就会用一个系统边界图 你看这个图形自动跑到后面去了 对不对 它在这儿有一个system 这儿有一个system 就表示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一个后台的一个 有两分一 第一 它是一个后台执行者 第二 就表示它这个后台 后台会整个参与到其中 第二 表示他们这两个是在一个区间里面 能理解吧 好 那么这里顺便给大家再去解释一下 我们刚才的这个注释 你看我在这儿写个注释 Hello 然后把这个注释 跟我们任何响连的对象 用这个完全的纯曲线 连接起来 这就是我们注释的一个做法 至此 我们就画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用力图 虽然这个用力图一点意思都没有 一点意思都没有 那么在这里 我再稍微扩展一下内容 我们说了 我们先来画一个图 比方说丧帝吃饭 那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右边的这个属性框 在用力图 我会讲详细点 后面图 我就不会再讲这么详细 这是名字 就是这个桑底 对吧 注意 照在图形的下面 照在图形的下面 这个stereotype 就表示什么 我们一个立体类型 是表示的是什么呢 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对象 我们的这个对象 它是可以有一个 给它类型的一个解释的 明白吧 比方说 它是一个业务 我们这个默认的 它是不是一个actor 对吧 但是它也可能是一个进程 也可能是个现成 也可能是什么 也可能是一个工具 或者一项其他的 对吧 圣主于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商业对象 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叫 business actor 我就会给它 加上这样一个type stereotype 记住啊 stereotype 点OK 我们看一下效果 它就会在这用 类似 我们刚才include的 intent 是不是会给它解释一下 那么我们由此猜想 当时那个include 也是一个stereotype 就是说白了 就是对它类别的 一个介绍 一个解释 那么在这里 实际上 stereo male 它本身还不是特别 就是在这方面图形 支持的 还不是特别漂亮 你看我们这儿 可以随便起名字 比方说我是一个boss 你可以随便给它 起类别 这个地方是允许 你直接输入的 所以我们说 我们看图说话 这类别是不限的 你只要表达清楚 你的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rose就做得很好了 我也新建一个 这些都一样的 use case大瓜 你看它也是一个actor soundly 然后呢 我在这儿 也有个stereotype 看没有 默认的是actor 对不对 但它提供了很多类别 让我们学 我选一个bienneseactor 我们看一下 rose边发生什么变化 你看变样了 这样是不是就方便 我们进行区分 方便我们进行区分 还有 如果它是一个文档 因为反正 我们说人是一个对象 对不对 我们 我们说之前讲过没有 大千世界 是由静态和动态构成的 我讲过没有 我好像以前讲开发的时候 讲过 所以我们用 用我们的unmail 去描述我们大千世界 我们想 实际上也是在描述动态和静态 对不对 那么既然人 人是静态动态的 是个静态的 那么我们以后描述到一个对象 它也是个静态的 对不对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归到一类 所以它在这里 有的时候 它就用actor来表示了 这个actor甚至可以描述我们的一个 看 biennese document 我们生成一下 你看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这些对象 它实际上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个class 你看 这有操作和属性 我就不一一去添 我添加一个吧 name 就叫name吧 但你在这里看不出来 我给它换成actor 你就看出来了 就是我们的角色 它有属性 有name这样的一个属性 这个对象 这样的还看不出来 那可能是别的原谅工具吧 有的工具 它会把那个属性什么的 全部都显示出来 就属性会直接显示到 在这个下面 你看我们的stereotype 它还可以代替接口 领域 空间 都可以 看到没有 是不是功能非常强大 所以其实那个工具非常好 那么这个包 这个包 是用来干嘛的 当然就是用来分类的 但这个包待会讲吧 我还没讲完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我说了 实际上 在我们的uml里头 所有这种对象 其实它的核心 它就是一个类 核心就是一个类 那么 所以它既然是个类 它就有 visibility 你看有没有 我们类的几种表现 public protected private 和我们的package 那么 这些也都是我们类的 是否是抽象类 是否是抽象类 它 我们在描述这个对象的时候 描述一下 它有个属性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属性 这个就是添加属性的方式 这个操作 大家可以下来 那么在这边 属性窗口也发生变化了 给它一个内容 然后这儿 也可以给它去选一个stereotype 或者起一个stereotype 那么下面这个type 就不一样了 这个type是什么 是它属性的类型 这个和我们刚刚的stereotype 那个解释不一样 你看这里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选 标准的基本类型 内容是一个stereotype 类型的 你看它就 这个已经出来了 初始值是多少 OK 那么下面也还会有一些 相关的内容 这个后面 我们在讲到类的时候 我们会详细的去讲解 现在我们就先不讲了 反正我们只需要学会什么呢 在actor上面 只需要学会是这样一个小人的画法 下面跟上名字 如果我们需要进行类别的标定 标定这是一个什么类别的一个对象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表示 OK 好 我们再说下一个节点 吃饭 别忘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动兵短语 一定要符合那个动兵短语 那么吃饭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动兵短语 其实它是描述行为的 对不对 那它不应该是个类 但你看到这边怎么也有这些东西 什么属性什么的 我告诉你 一般希望用处不大 这是这个工具做的不好的地方 这工具做的不好 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不管它 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不用去管它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只需要 对它而言 我们只需要记住它的一个画法 加上这些就可以了 加上吃饭就行了 当然最多你在 如果说你需要选择一些类 这个stereotype 也是类似的一个画法 那么 那么这个最简单的 我们就要把它连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 就是我们的一个陈述过程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什么呢 我们用association 关联给它连接 那么如果你只是 从它描述到它 你没有它们的一个反向关联 的这个含义的话 你就用一个带箭头的 这个定向关联就可以了 你看我们这样就改连起来了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那么 这个点我稍微要提一下 我们同样看我们的这个用力 在这里头画法就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它的字在下面 这地方 大家记住 我们的用力 字在你写的里面 还是写的下面都没关系 都没关系 都是原本要支持的 那么吃饭的时候 我们又 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比方说 比方说什么呢 我有参产 就是有参产 或者是什么呢 你可能没有参产 没有参产 这个时候我们是 能不能这样简简单单的 用这样子的方式 或者我用定向线条 能不能简简单单的 这样子连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